大家早上 今天是2月19日 星期一 月份剩下的交易天不多 只有9天 下星期四已經是今個月最有交易天 就是場外衍生工具結算日 下星期三就是今個月期止結算日 而下星期二就是今個月期止轉創的高峰日 即是下星期一和今個星期五個交易天 很淡的角力是會漸漸明顯的了 但照過去一個星期的看法 事實上整個大市 由月初開始 已經逐步逐步止跌回穩了 只不過農曆年期間 大市的成靠金比較偏疏 但我否認以恆生指數 是逐步逐步升近今個月的高位坐緊 看看上星期五的市況 行指早市先是輕輕高高到63點 去到16,07點 之後有少少反覆 一度輕輕低見15,937點 但唯品銀買盤再度出現 結果日中指數在一度上升450點 去到16,394點 這一刻距離今個月7日的高位 16,408點 相差只是14點 抹短就有少少拉腳 行指最後收了16,339點 是升了395點 成交金額偏數只有706億 以指數收了16,339點來計 因為指數已經成功走在10,20天 甚至50天平均移動線上 單單看移動線進一步向上望 應該是100天線 大概16,828點左右 但有一點我首先要說的是 四月份的市仍然還是先低後高 指數仍然是由5號的低位15,336點 升到暫時7號的高位16,408點 其實我講了很多次 一個月的高低位 一般是不應該同時出現在三個交易點之內 假設先低後高形態不變的話 低位在5號出來 高位應該是20號或是自豪斯出來 這個一個月的慣性走勢 至於報復可以大到多少 就要視乎資金入市的態度而定 以現在這個紀律上的走勢來說 唯一所欠的就是成交金額 動力不是那麼足夠 其實在1月底的時候 我曾經都講過了 因為指數由1月22日的低位14,794點 開始的反彈 好像是結束了一個中期下跌的形態 所以那時候已經指出 整個反彈的市 是應該有機會橫跨農曆新年之後的 因為大市由去年1月27日跌到今年1月22日 跌了足足52個星期 一個所謂的中期大型調整完成了 出現一個正常的反彈 三到四、四到六個星期是很限的 由1月20日開始計算 這個反彈的周期 怎樣都去到2月下旬 或者甚至是3月初旬 即管看看後續 資金入市的態度是怎樣 但我亦都再一次指出 這一次市的一個技術上的回升 或者反彈 只是紅市三期一個後秋 不是升浪的開始 整個紅市的底部有兩個 一個是2022年10月31日的14597 另外一個是今年1月22日的14794 你相對現在的指數是16000多 其實都是低台附近的 所以任何部署短炒都好 第一就不要躺身 你贏得去5到8% 你就承擔回5到8%的風險 我認不維持 最好盡量保留現金在手 好了 總是分析 就講到這裡